那接下來要進入到重頭戲囉 重頭戲就是我們的 冠軍賽剛打完的這一筆交易 國王這邊得到的是林書瑋 交易走的是張文平 洪海傑 今年的第一輪首輪前 以這個賽季打完 你認為如果一定要選一個 是這個交易裡面的贏家 你會選誰 Hello Everybody 你們好嗎 哇 這個賽季終於結束啦 感覺每隊都有兩名六尺八以上的洋將 不然最高的那名會很辛苦啊 可以參考大逼跟慕倫斯的出台場次 其實蠻好奇下個賽季 各支球隊的洋將規劃啦 這一次冠軍賽國王隊做了一個示範 你只有兩個洋將 雙拳難敵三角 最後蠻遺憾的輸球啦 應該說到了第三個賽季啦 洋將制度不改變的情況下 應該各支球隊都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 而且洋將的比重確實也在這個賽季很明顯的 讓大家感受到對於比賽的主宅性 跟他經紀人去嗎 辛苦這一季小胡的講評與直播 跟上一季相比 真的有感受到你的進步 其實我也有感受到我這個賽季的進步啦 但是 離我自己心目當中的目標還有一段距離 這個賽季前我給我自己的目標 我覺得是有達到我心目當中的那個進步的幅度 走的方向是對的 下個賽季如果還有波的話 也會給自己設定一些目標啦 轉播這種東西你密集的波你會進步的很快 可是有時候你必須要踩一個煞車 就是要讓自己沉澱 去迎接一個新的賽季的轉播 消化一下過去一個賽季 累積下來的經驗也好 缺點也好 然後慢慢的去調整跟改進 小胡那你的錢包範圍這兒嗎 這個舉動為什麼會變成大家的焦點呢 朋友之間的互相幫忙啊 我在大學的時候有兩個非常要好的女性朋友 關係非常單純啦 就是朋友 然後出去的時候 基本上我也不帶包包的 我就把我所有的東西都塞在他們的包包裡面 你一次塞兩個包包喔 太爽了 啊啊啊啊啊啊 我當年追我老婆的時候 就是常常用這個招數我的東西放在你那邊 放著放著就一個兒子出來了 不是重點是你放的是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會放著放著就放出一個兒子 嗯? 嗯? 跟你講一個很好笑的 就是我們回來了之後 因為他也看了一整季嘛 然後我跟我老婆就幫他做一個 整季的回顧訪問 他說他也要當職業籃球員 因為這樣以後就可以領到三千萬 我說這不一定啊 因為一定要很努力 然後比別人下更多苦心 才能夠在一支冠軍隊裡面領到三千萬啊 啊我也說 沒關係啊 我不用很強 我隊友很強 我在旁邊打醬油 跟著領三千萬就好了 這是一個七歲小孩可以講出來的話嗎 他已經探親了這個生態了 想問情景比賽開場的內容花多久時間想的 你寫那個開場的口白通常要花多久的時間 超快就寫好了 大概十分鐘就可以寫完 重點不在於文字的內容是什麼 重點在於跟導播OB車的溝通 還有跟聯盟溝通 整個VCR要怎麼串 開頭大概有五到六支的VCR 然後還有加上CG字卡 什麼時候上對戰 什麼時候上系列賽級比級 那個都是經過精密的設計 相較於寫開場這件事情 要去溝通這一整串東西 對我來說才是最麻煩的事情 好啦你講太多了啦 你現在就來一段啦 我假裝那個開場樂喔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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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這什麼鬼完全不一樣 連續三戰在逆風開局 儘管GAME1遭遇了滑鐵盧 卻總能上演強勢反彈 辯證雙塔收到了奇效 內線轉虧為贏 野獸只有夢回年少 上陣無雙37分鐘 小將鮭魚逆流而上 全面攻守大膽年高 雙方在決賽之間 贊成平手 舞台一是受善之都 就看靜衛君如何回應 好 還行喔 給你臨時抽考 有在用心嗎 不錯不錯不錯 請問影片32分49秒 那一拳該吹U還是T 該判在誰身上 今天一起來看球的這對情侶 給他們一點掌聲 恭喜你們 在大家的見證之下 真香啊 真香 我覺得就是我被打了一拳 但是我的EQ很好 我沒有發脾氣 也沒有當場暴怒 而是我很平靜的去對待這一切 你說那個頸部以上的犯規就對了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判例 就是一個明顯 刻意的頸部以上犯規 我覺得這是非常嚴重 以後就是直接U以上 重點不是U啦 重點是我個人的反應 非常的淡定 沒有被情緒影響 繼續的走完這場比賽 欸沒有 我說剛剛吹U的那個是你被吹U 不是出拳的人吹U欸 你聽不懂我說這話的重點嗎 最後一段 好吧 我們也請請聽主播來評價一下 這個賽季前的一些交易操作 事後來做一個評價 我覺得自由球員的就不用了 我們看的是交易 好首先我們先來講第一則交易 吳家俊 林耀宗 被交易到孟王家 領航員這邊 得到是成立幻跟首輪簽嘛 這一筆交易 你個人覺得 事後來看的話 你怎麼評價 這一題我覺得 有點粗暴 但是 第一個 雙方都達到了 初清負面資產的效果 等一下 你說初清負面資產 這一個裡面 一個人是送了成立幻跟首輪簽 一個是送了林耀宗跟吳家俊 你是指有特定的負資產嗎 還是哪一個 可不可以先講清楚 這個就請聊天室4182位觀眾 自己先領神會 我就不把話講 OK好那繼續 第二方面就各取所需啦 就是因為 莫想家除了阿吉之外 掌握節奏的控球 也我覺得也蠻重要 那老吳在季末 打的確實也還OK 另外一方面 送走的首輪簽 應該是第四支吧 那一支應該定人底吧 他是選張正牙狀元嘛 又選了 小白 簡單來講就是選到小白啦 因為第三支第四支 都是他們的嘛 你的意思是 他交易來了 等一下你 你重新講一次好了 我覺得 有點混亂 平民的資歸 我很難跟你解釋 首先雙方都 初清負資產 夢想家拿到了他們需要 阿吉之外的 純控球的持球點 領航員這一邊 選進了他們想要的 年輕球員 不管是丁丁還是小白 兩位球員都是有未來性的 那我覺得 真的要說誰比較賺的話 我會說領航員比較賺 這也是今年為什麼我的 GM票 有投姓安妮票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這一筆 操作我還蠻喜歡的 喔你覺得是 領航員比較賺嗎 因為我的想法是 當然沒有辦法推估到 金雀他們的年薪 我猜測啦 這一筆交易當中 年薪最高的 絕對是陳立環 對於夢想家來講 有一點點像是 我把年薪比較重的 送到了領航員 當然我給了一個 首輪簽 交易來的林耀宗 比較沒有什麼表現 可是換來的老吳 有一點點像是 如果他不做這個交易的話 他必須要吃掉 陳立環原本的合約 同時他的後衛 可能是小白配阿吉 如果以這一個 點出發的話 我認為 老吳的薪資 應該不會比 小白貴多少 但是他對於夢想家來講 我覺得是比較需要的 因為你已經有一個 年輕的控球阿吉 你比較需要的是一個 能夠hold節奏 有經驗的控球 的確他上半季 可能打他沒有那麼好 但是關鍵時刻 最後級場地形賽 或是季後賽有打的比賽 表現得其實還不錯 而且還蠻穩定的 再加上送走了陳立環 省下來的這些錢 又有點像是我 把那支錢賣給你的感覺 我覺得有點像是這樣 對 你要這支錢也OK 你必須要同時 拿到這份合約 然後執行下去 對對對 當然丁丁跟小白 這個賽季算打得不錯 可是他放了一個 吃掉蠻多薪資空間的球員 在板燈上 就是陳立環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通盤的考量的話 二選一 這一筆交易 以這個賽季來看 是夢想家賺的 我的想法是假的 對啊 你說以這個賽季 但是還要考慮到 球員的相關的未來性 我們現在先不討論未來性 因為討論未來性 這很難講 OK 那你要改變你的答案嗎 沒關係 我維持我自己原判 那接下來要進入到重頭戲囉 重頭戲就是我們的 冠軍賽剛打完的這一筆交易 國王這邊 得到的是 林書伟 交易走的是 張文平 洪凱傑 今年的 第一輪首輪前 以這個賽季打完 你認為 如果一定要選一個 是這個交易裡面的贏家 你會選誰 我絕對選林書伟這一邊 一定是國王 他在我心中他是 今年的MVP 那你說就純論今年的話 林書伟跟 洪凱傑的 表現 當然是林書伟 對於球隊的影響力比較高啊 二來就是 首輪的五號籤 下一個賽季 對於整個賽場 做出立即性的衝擊的話 我覺得是 很難的 要像簡庭照這樣 真的太難了 再來就是張文平 真的 記憶點比較少一點 除了就是總冠軍賽 其中一戰 今年真的 整體的表現 也沒有那麼的理想 所以絕對是國王這邊跑出來 好 這邊要更正一下 他的首輪保護籤是 下一個賽季的 不是這個賽季 是2024的 按照我的理解的話 他們這部分的話 也比較難考慮到薪資 可是簡單來講 我認為 林書伟一個人的薪資是 遠超張文平加洪凱傑的 因為洪凱傑還是新人合約嘛 這個賽季結束來說 哪一個是贏家喔 我可能也會給國王啦 如果硬要投一個的話 原因是在於說 我覺得如果林書伟還保持在富邦 可能一樣會是冠軍 他到了國王 對於國王帶來的幫助 確實是比 洪凱傑跟張文平 在的話 影響會稍微大一點 尤其是讓他們的 例行賽走得更順利 到了紀後賽 也比去年更進步嘛 雖然說最後沒拿下冠軍 但至少 他在冠軍賽的表現 也是值回票價 比起前面那一組交易的話 這一組是 更達成了一個 有點雙贏的感覺 我們的規則是 一定要擇一的話 想法也是跟你一樣 就是我覺得 國王隊是賺的 但我們如果回到 這一個交易組合 其實你知道最大的贏家是誰嗎 我覺得是 張文平跟洪凱傑 因為他們分到了三千萬 他們算是 最大的受惠者之一 很多人也在聊 布邦達的冠軍之後 把凱傑去年 PO的那個圖拿出來 嘴了一下 我覺得啦 各取所需 從實際面來看 國王得到林書瑋 對他們整個賽季的幫助 是比較大一點點的 這一點確實 但是 從中受惠的兩個人 凱傑跟張文平 我覺得也是 除了錢之外啦 至少他們在冠軍賽 都有獲得表現的機會 而且各有打出亮眼的一戰 就跟我兒子 想要分那三千萬的方法 是一樣的 不一樣好不好 好歹張文平投了三個三分球 貢獻九分嘛 凱傑最後一戰下半場的表現 也是 贏球的至關重要 所以這是我們總結 去年兩筆比較大的交易 我跟情景的看法 歡迎大家就是 分享你們的想法 那也期待說 今年會不會有什麼 重磅的交易案啊 或是自由市場 就是我們今年的規定嘛 先公佈了 自由球員 會讓大家知道 那說不定會造成 更多話題的討論 所以我們也可以期待 等明年 過完之後再來復盤一下 各個球團的操作 到底誰比較好 那今天的直播 到這邊也 到一個段落了 那之後 這個在節目前 我可能 不會規劃固定的直播時間啦 基本上我會把它 保留在平日 那假日的時候 可能禮拜天晚上吧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啦 祝你們明天上班 順心 拜拜 為什麼我被摧油